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太愁肠 走路所有人的眼光 举手透足灵所有的人想象 一开口就融化 让所有人多疯狂 才看见怎么无法停着想想 闭上眼 拼着呼吸却更紧张 有多想获得你专属的青睐 说爱我 爱我去你的未来 Sleep Sexy Lumber Don't Know Why 有你在平淡都是浪漫 感觉整个世界充满爱 你好我无所不在 Sweet Sexy Lover Wonder Why 有你在生活多些色彩 幸福原来这么简单 原来你这女汉子越睡力气越大是不是 你还说 我不说 我就是有点担心你的身体状况而已 我真的没事 这是穴位按摩棒 还有醒脑贴布 我家这种东西呢已经堆成衫了 你花这钱干什么呀 你都有啊 真的假的 那你还上天下海到处睡 你能不能醒啊 不让你说你还说 懒得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什么呀 这些东西可是我精挑细选的呢 真是没良心 蓝导 里面都布置好了 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送你了 蓝导今天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看你平常工作那么辛苦 所以送你了 米儿姐 你今天不是休假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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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职 敏儿 你今天是哪根筋不对了吗 还是你受了什么委屈 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没什么好商量 我决定了 谢谢黄总监这段日子 对我的照顾 沈敏儿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 很实大体的人 怎么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 还是你觉得 公司就是你家混花园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敏儿 不要这么任性 考虑清楚再说 好吗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今天就是来 跟黄总监交代一声 不管您到底同意 还是不同意 我都不会再留在公司了 沈敏儿 到底怎么回事 来 黄总监 这家有购物 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林飞 都给你了 不管你想要什么 我全都让给你 通知节目部所有人 通知节目部所有人 一个小时后 在会议室开会 那休假的人 有来开会吗 没听到我说是所有人吗 全都给我扣回来 怎么了 余总监 你知道敏儿姐离职了吗 谁说的 她刚刚向黄总监 递了辞呈 现在整个节目部 全部炸锅了 敏儿呢 听说她刚刚走 余总监 敏儿 敏儿 辞职是真的吗 你不要这样 我本来以为你冷静两天 就可以想清楚了 到现在你还认为 需要想清楚的人是我吗 你怎么就是搞不明白 问题从来都不是出在我身上 你想讨好所有人 我没意见 你对身边每个女人都那么好 我也都忍了 可从始至终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一直以为 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对你任性 对你撒娇 就算全世界都觉得我做得不对 你也会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这边 我以为对你来说 我才是最特别的那个人 原来是我自己错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就算是这样 你不要意气用事 离开公司 这怎么叫意气用事呢 我已经想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要拿你的前途跟我赌气 你在公司还有合约 不能说走就走 你还有五月机 那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从今以后我的一切 跟你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了 你再想一想 黄总监那边我可以把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现在愿意跟我结婚吗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看来你选择的不是我 那也没关系 但我会好好地看着 总有一天 你会以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的 你们都知道节目部那边出事了吧 知道 因为林妃嘛 余总监跟沈敏儿闹分手 所以沈敏儿辞职不干的 你怎么办事没有你传八卦一半的效率 一会儿跟黄总监开个会 把我们精品部和沈敏儿所有的节目表 都拉出来 好 知道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不是让你去请假看医生的吗 不行啊 方总 我我待会儿有个商品要直播 我要去现场盯着 有病还不去看医生 在这儿磕得个半死 整个部门都要被你传染了 是啊 欣田姐 你去趟医院可能就没事了 好了好了 走了走了 刘成台都准备好了 让淑妃啊到时候帮你盯一下现场 淑妃 你到了现场一定要听蓝道的 不要自作主张 知道了吗 欣田姐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搞砸的 大家好 今天欣田姐不舒服 我来代替她 蓝道 左边那支表歪了 注意水平 好的 摄像注意一下水平 你认真的样子还挺帅的嘛 我听说敏儿姐辞职了 是真的吗 你是想问 于其然是不是和她分手了吧 那 是真的吗 要不要啊 我去帮你问她 不用 蓝道 你说 我戴这个表好看吗 一元姐真的是太美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这么漂亮呀 你就说适不适合我吗 好不好看 好看 没单了 那你上药票买吗 随你 你们男人 是不是都喜欢这种风情万种的女人啊 好 现场准备了 准备了 五 四 三 开始 音乐姐辛苦了 音乐姐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啊 我今天卖得不错 全都达标了 详细数量呢 详细数量 我会让欣田姐告诉你的 好好好 那走吧 铲上可以来把东西收走了 好的 我来帮忙 好 谢谢啊 奇怪 怎么少了一只啊 少了一只 对啊 你看看 应该不会吧 是吧 还真是少了一只呢 没关系 我来找 奇怪了 在这儿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表面怎么碎成这样啊 表摆在那儿 你干吗要去碰啊 方总 我只是想帮个忙 你帮什么帮 他 发生什么事了 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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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厂商说 弄坏了一只表 你 这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可真的不是我弄坏的 真的坏了 那只表 那只表要一万多块 我哪有那么多钱赔啊 哭哭哭 哭什么哭啊 哭能解决问题吗 别哭了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感冒 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看医生 我早知道这样 我死都得撑着 方总 对不起 星天姐 对不起 我是最后一个碰那个手表的人 赔给厂商的钱 我来想办法吧 你们两个付得起这个责吗 你 我怎么这么穷啊 每个月都花光 什么时候才能赔上那块表啊 那怎么办呀 我们现在工资这么少 要不你去问问厂商 可不可以分期赔款 就算可以分期赔款 只要一想到被一屁股债 我就偷偷 我现在工资比你高 不如我去公司 先预制一个月工资吧 算了吧 我们才刚转正没多久 现在就预制工资 多不好啊 那怎么办啊 实在不行的话呢 我只能去找厂商 跟他们商量商量 可不可以分期赔款 如果连这个都不行 那我大不了出去打工 说什么都得把钱给还上 说吧 走走 我还没好 你先走吧 你在干吗 这不是今天的节目吗 我在看到底是谁 把表弄坏了 原来是在替淑妃调查真相啊 不然淑妃那个笨蛋 能解决问题吗 遇到了事情 就只会道歉 连海渊都不会 蓝天 你确定你不喜欢淑妃吗 我怎么觉得 只要是她的事 你都特别上线啊 这不是乐乐吗 好了 我破案呢 别烦我了 好好好 再见大侦探 喂 服务员 怎么了 你和沈敏儿真的分手了啊 我真的不懂 就算分手了 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工作来赌气 公司的违约金不是一个小数 银元 你还是不是朋友啊 这种节骨眼上 你居然笑得出来的 我像你们太低估这个女人了 你们不会以为她真的是意气用事吧 她这是以退为进 逼你就范 不过我倒是觉得 你可以挣这个机会摆脱她 换个人 向前看喽 兄弟 别想不开了 你过两天 就会发现单身很开心的 男人啊 就是玻璃心意外逞强 心里明明依赖 与人依赖得要死 分手了还要装出一副 逃出生天的样子 最可笑的是 没什么经验的人呢 还要在这里帮别人出主意 我是没什么经验 一次不好的经验就够了 为了一个离开自己的人 要记一辈子仇 我真的好同情你啊 不过我真的也挺好奇 你跟沈敏儿分手的原因 不会是因为林妃吧 我和敏儿的问题早就存在了 跟林妃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关系那是你说的 我不信 对于女人来说 华依和妒忌 就足够是分手的理由了 更何况林妃年轻美貌 又是你的小学妹 对于其然学长 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说 难道你真的没有 对林妃小师妹 心存着半点上学时的情怀吗 你是学长 我是树菲啊 我很喜欢你的 真的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的 我跟你说 给你写信的人不是林妃是我 我 你以前给林妃写的信 都是淑妃帮你们传的吧 写情书啊 这很像我们余总监会做出来的事情哦 对了 蓝天 最近你怎么总是在淑妃身边打转呀 我 有吗 你该不会是喜欢她吧 你想太多了 她只是淑妃的邻居而已 今天是说于其然的事情 还扯到我身上干吗 我跟你说啊 就算你想找个女朋友 也要找个比我强的 听到没有 我招谁惹谁了 我知道黄总监想说什么 可是我 我 明儿 你先听我说 这工作和感情 是要公私分明的 对吧 明儿 我是一直都很看住你的 整个家有购物 也就只有你能和姻缘抗衡 你也知道她和我不和 我是一直都把你当成自家人看待 要不这样 你先给我一个面子 先休假 等一个星期过后 你再回来上班 你不是一直想要 六点钟的黄金时段吗 我把这时段给你做 怎么样 黄总监 我不是为了要和姻缘节抢时段 才提出辞职的 我知道 我原本就打算把这时段给你做的 你不是刚回来吗 我最近又比较忙 所以啊 把这事给耽误了 那这事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你啊 回去好好休息 什么也别想 黄总监 那还有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答应我 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厂商 谈赔偿的事情 先跟我来一下 对不起 说表是我弄坏的 表是你弄坏的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 因为那支表真的太贵了 我 我根本赔不起 对不起 书非 那你也不能把错 推到我的身上吧 我也不想啊 可是那支表的钱 我真的赔不起 所以我才不敢承认的 你赔不起 我就赔得起吗 你知不知道这表 把我害成什么样子了 对不起 书非 我后来知道了 可是我只要一想到 我赔不了手表的钱 我就会被开除 我 我真的很害怕 所以我就没有勇气去承认 书非 我知道 我 我不能要求你这么做 但是真的 你帮帮我好不好 除了你我不知道 还有谁能帮我了 求求你了 书非 都解决了吧 你去哪里啊 我去找厂商 事情不都解决了吗 乐乐一时半会儿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还是得去找厂商 谈一下赔偿的事情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现在事情都已经那么清楚了 这种时候应该先向方总解释清楚才对吧 告诉她是你替别人背的黑锅 我黑锅背都背了 我现在说这些 就能把自己洗白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不打算说出真相 还要替乐乐还钱吗 我不是要替她还钱 我只是先借给她 她以后会还给我的 再说了 就算我再怎么澄清 事情已经发生了 错误已经造成了 没必要把事情闹大了不是吗 所以请你帮我一个忙 乐乐弄坏手表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说出去 我忙了一整晚 难道就是为了帮你这条笨猪啊 丽妃 蓝导 好 淑妃呢 没一起回来 淑妃她去打工了 因为还要还手表的钱 打工 去哪里打工啊 到晚上她还出去工作 她不怕睡着啊 蓝导 我的意思是 她这样太累了吧 不怕 我刚好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就是淑妃生病的事 你能不能别跟公司讲啊 我不会说的 谢谢你啊 蓝导 不过 淑妃她得这个病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啊 她从小就爱睡觉 可是不知道原因 后来去医院才知道 是粗税症 这样还打工 你没拦她 我当然阻止过她了 可是以她的脾气 也不会挺我的 蓝导 你怎么好像挺关心她的 谁让她整天找我麻烦的 手表那档节目是我负责的 你是不是忘记了 对 也是啊 那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淑妃在哪儿打工啊 心福糠豆瓣酱 欢迎大家来试吃 这位小姐 心福糠豆瓣酱 你要不要试一下 烧菜调味小能手 不错 我要两瓶 两瓶是吧 好的 来 谢谢啊 谢谢 欢迎再次光临 这是什么 心福糠豆瓣酱 你要不要试一下 这个心福糠豆瓣酱 调味出来的 一些吃的 谢谢 不用了 心福糠豆瓣酱 这位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 好巧啊 我来买东西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们心福糠豆瓣酱 真的很好吃的 来 不买 别站在这儿 耽误我生意 我说你这人 是不是有问题啊 不是你的锅 你愿意背 不是你欠的钱 你还愿意还 搞得自己下了班 还要在这里问 请问要不要吃啊 这是我 这是我的事情 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跟我没关系 可我花了一整碗 帮你查出真相 你倒好 直接把人给放了 如果到时候 乐乐还不了你钱 准备怎么办 我们在同一家公司 我还怕她跑了 现在是同一家公司 但她随时可以走人啊 你能不能别把人 想得那么黑暗啊 乐乐说了她会还 我就相信她会还 她要是真的跑了 我就自认倒霉 幸福糠豆瓣酱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欢迎试吃 烧菜调味小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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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要不要试一下 我的心服糠糠搬家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人好啊 顺路载你啊 这么好啊 你的车不是从来 不载女人的吗 你是吗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 再奇怪也没有你奇怪吧 该不会是因为我生病了 所以你才变得不正常吧 最近的确有很多人 说我不正常 我自己还在找原因呢 你明天就不要来打工了啊 我不打工 你让我上哪儿找钱 还给厂商啊 总会有办法的 而且接下来 你也没时间打工了 你回来了 回来了 那个蓝导是不是去找你了 你怎么知道 他真去找你了 对啊 我问你啊 这个蓝导 他是不是在追你啊 说什么呢 他怎么可能追我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每次只要你一出事 他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奇怪什么呀 我倒是觉得他在追你呢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后来我才发现 他好像对你比较有兴趣 对我有兴趣干什么呀 你不觉得他一直在欺负我吗 你不觉得他很幼稚吗 那是他在引起你的注意 懂不懂啊 算了吧 他根本就没把我当女人看 怎么可能追我 好了 我去洗澡了 蓝导 淑妃 有没有可能 家有购物二零一六年研习活动通知 公司要举行研习活动 这是干什么的呀 难道是赢过出去玩 是工作室 就是一起进行专项研习 大家都在这儿看什么呢 倩倩姐 公司要举办三天两夜的研习活动 这研习活动到底是什么呀 是不是组织大家出去玩啊 那好不好玩啊 一般都去哪里啊 真要了命啊 平时忙都忙得要死 还要出去学习 我看真是要把人折腾死了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 我宁可不去 不去啊 看来 今年又是商品部 和节目部的大对抗喽 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商品部的那些人 绝对没好日子过 那是怎么回事啊 大对抗 大对抗是什么 什么情况啊 你是节目部的 你不用担心 蓝导不是刚才说了吗 要让我们商品部的 没好日子过 可怜的淑妃 但是三天两夜 我不就没时间打工了吗 淑妃 我有事情跟你说 这是什么 这是 这 乐乐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这 是我一个朋友借我的 淑妃 真的很抱歉 之前让你帮我承担这个错误 这些钱你快还给厂商吧 手表本来就是我弄坏的 你没有告诉公司已经很好了 如果还让你帮我筹钱 那我就太不应该了 但是你把这些钱还给我 你自己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你放心收下吧 这些钱 真的是我一个朋友借我的 而且 他还让我慢慢还呢 那就好 那我先去工作了 看吧 人家乐了多少信用 蓝天还不相信 来来来 大家把东西收好啊 带上车 准备出发了 好了 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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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外星人 来 过来帮我一下 帮我搬一下 装不下去放车上吧 好 把我们当奴才使唤 走吧 凌妃 让淑妃来就行了 过来 快点快点 过来 菲菲 你先上去吧 我很快就好了 好 快点快点 别喊了 我知道了 你让我拿这个 快点啊 厉害啊 淑妃 车上坐满了 你打电话给其他同事 看谁有车载你过去 我的座位不是在菲菲旁边吗 那个音乐节本来说不去了 临时又说要去了 总之你赶紧联系一下 不然自己打车过去了啊 快点 我说你还真是不客气啊 跟你我客气什么 淑妃 你怎么没上车啊 知不知道现在音源姐 坐在我旁边 都坐针针的我 蓝天 你平时跟音源姐交情这么好 她到底是吃软还是吃硬啊 她这人软硬都吃的 都吃 这不等于没说嘛 那她有没有调教过新人啊 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前任的教训 有啊 谁啊 都走光了 干吗 突然问这个 还不是为了我们家菲菲 她实习的时候呢 敏儿姐天天找茬 转正之后呢 音源姐又天天挑刺 我们家菲菲 整天是提心吊胆的 灵妃现在提心吊胆也是应该的 音源可是家有购物的一姐 音源这个人哪 就是一个女王 你没听说过半君如半虎吗 女王的心思就是难以捉摸的 搞不好突然哪天菲菲 就正好对了她的胃口呢 这都不好说的 女王 是啊 女王 女人心海底针 女王心更是纳米级的针 看不到摸不着 那不是一般人 能随随便便摸透的 想讨她还心 就得小心翼翼地 不断试探才行 知道吗 她是女王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都得小心翼翼地 摸透她的心思 讨她欢心 那我们不就成宫女了 你有点骨气行不行啊 你才不是宫女呢 再怎么说 你也是公公 你 我开车呢 小心翻车啊 虽然还有些自行开车的同仁没到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今天下午的行程 下午三点 请大家到会议时集合 我们要召开学习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呢 是自由时间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 不要睡得太晚 明天我们还有一系列行程 下面我交到名字的同事 来拿房卡 音乐姐 谢谢 姐姐 我为什么欠你能拿房卡我不能呢 我的照片也挺强啊 方总 是你的 董哥 玩我呢 不想干了是吧 小萱姐 我们呢 周琳 在大公司上班就是不一样啊 开个会还让我们住酒店呢 你倒是开心了 这么幸运搭蓝岛的车 你不知道我这一路上有多痛苦多纠结啊 自从转正以来跟着姻缘节 我每天都是度日如年 淑妃 我什么时候才能单飞啊 菲菲 跟你说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打听出情报来了 什么情报 蓝天和音乐姐不是关系很好吗 我打听出来 怎么对付音乐姐 真的 嗯 什么妙节啊 蓝天说 音乐姐浑身上下呢 都是女王的气场 俗话说得好 半君如半虎 女人心海底针 女王心 更是纳米级的针 看不见也摸不着啊 什么针不真的 说重点 重点呢就是 要服软 服软啊 你看 你要是每天呢 像个宫女一样 把她伺候得服服帖帖 她咳嗽你端水 她往东你不敢往西 她瞪眼你赔笑脸 我保证你有好日子过 我才不要呢 那不就是给她拍马屁吗 真恶心 我知道你不喜欢 谁喜欢呢 人家都说了 出了社会呢 就是要逆着性格走 我问你 你要面子还是要好日子 我也要好日子 这不就对了嘛 可是也没有好日子过呀 忍忍嘛 忍忍就过去了 忍忍 收拾东西 哎 哎 灰灰 我感觉这儿 就像玛二大夫一样 即使有点熱了 哎呀太爽了 这才叫做女人哪 这身材 真是棒榨啊 灵飞啊 你怎么不去游啊 我不喜欢温水 我陪你玩啊 我也可以陪你啊 走走走 不是 三妹 你看我干啥 你哈蓝都来了 你送进 坐着要干吗 下去玩啊 没了 下水了 坐着干吗 水死了 空气下来了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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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快闪开 你们两块大肥肉 能不能不要 在我们面前站着 不是 你们看谁呢 不是 你们没见过男人吗 来 过来打球 去玩球吧啊 我要跟篮道一队 等会我 我来了 来来来 这 这 这边 这边 你还给我 来来来 再 再发 再发 来来 叫 chmal 余总监 加油 好 救命 曽菲 有人逆水了 树菲不会游泳 树菲 快来救人了 快救人哪 树菲 快快 游过去游过去 树菲 游过去啊 赶紧的 抱起来 抱起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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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上脸 脱上脸 小心一点 慢点 到不了底啊 树菲 怎么样 快快快 来 抱住 抱住 快快快快 停躺 树菲 人够呼吸啊 对 人够呼吸 树菲 你没事吧 树菲 怎么样 树菲 醒了醒了 醒了醒了 醒了就好了 树菲 树菲 太好了 树菲没事了 醒了就没事了 怎么样 树菲 没事吧 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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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妹 你可吓死我了 你不知道你不会游泳啊 就是啊 你怎么样 有没有伤到哪儿 怎么样啊 不会游泳 你下去干吗呀你 就是说啊 小胖 小胖 没事 没事 你要不要醒 三妹 你要不要去医院 对对对 去 去医院呢 喂 你看哪里啊 去医院吧 一边去 那 那就不去了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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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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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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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回事了 太危险了 还吓死我了 我们再试试啊 来 你脑子能起啊 我们一起去嘛 好不好嘛 蓝导 你先提带了 你问一下 我拿回来 我去 走 走 蓝岛 我们一起去参加 饭点导览好不好 好不好嘛 乐乐 你们在家导览啊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不用 我要跟蓝岛 一起去 你跟徐元一起去啊 别烦我 乐乐最近什么情况啊 每天都跟在蓝岛屁股后面 你这是在追蓝岛 什么我追蓝岛 是他先追我的 什么假的 又一个少女 沦线了 对对对 我什么时候追过你啊 你为什么总是不承认 你喜欢我呢 你说你没追我 那你为什么把钱给我 让我还给厂商 蓝天的钱 就是上次手表的钱 哦 哦 哦 哎 这粘上了吧 好 好 你不承认你喜欢我 难道你喜欢他 难道你喜欢他吗 这对 什么说两句 真是的 怎么是啊 不知道啊 干什么呀 然后呢 我就 是啊 干什么呀 我喜欢淑妃 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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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什么呀 真大了 真大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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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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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定了 这是我要说的 你说蓝岛喜欢书飞 对啊 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这本来就是个笑话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 蓝岛是为了躲避 为了的纠缠 故意这么说的 我觉得也是 节目部商品部大战 准备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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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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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什么的 加油 好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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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好 厉害 好球 快啊 快啊 快点 小心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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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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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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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脑子坏了 加油 来 放手了 加油 快点快点 快点 加油 你踏了头 你 来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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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再来一球 加油 怎么了 怎么了 医院姐 怎么了 医院姐 你没事吧 医院姐 医院姐 没事吧 医院姐 医院姐 没事吧 没事吧 流血了 流血了 有没有医务室 医务室 快点 快点 医务室在哪 医院姐 我不是故意的 来吧 坐下来歇会儿 没事没事 吃那么多啊 你走开 我不想跟你说话 怎么了 被我喜欢上的感觉 很幸福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拿我当挡箭牌 你放心 如果有箭射过来的话 我会飞身替你挡的 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呀 被人家看见多不好 那就让他们看喽 我又不介意 我介意 去那边 你 医院 胳膊没事吧 没事 这边 医院总监 你叫她过来干什么 亲爱的 你的胳膊没事吧 挺好的 那就好 搞研习就好好开会嘛 打什么篮球